嗯 錄了是不是有點暗啊 好醬 好醬 哎唷 幹 Sorry 是這樣的 我剛剛就完成剪好了一個影片 現在就要上船 給你看 Hold住 拉過去 上船 Oh my god 順便給你們看一下 Tedmy快現在的訂閱人數 99345 Oh my god 回來這裡 OK 看到標題很明顯 我覺得我到底會不會得罪別人啊 上一集講關於台灣人的缺點 我身為一個馬來西亞 憑什麼講台灣人的缺點喔 傻眼 每個人一定是有他的優點 有他的缺點的 所以我就想說 這一集馬上講關於馬來西亞的優點 其實我現在的影片好像是台灣的觀眾比較多 我是不是得罪了你們啊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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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我想試試看 字幕 走開 字幕走開 在右上角投票 看看沒有字幕的你們可以看得下去嗎 好美 趕快進入正題 馬來西亞的優點 欸都 出了國的同學們都應該才會發現到馬來西亞的優點 因為 我就是那一個 之前就一直覺得阿馬來西亞幹嘛這樣 就很嫌棄 現在在台灣 第一 多元種族 確實馬來西亞很多種族歧視的問題 或者什麼政治的問題啊 我覺得跟多元種族有關係 但是 就是因為有多元種族 我覺得整個馬來西亞就變得是非常的特別的一個國家 我就只說兩個東西就好了 第一個 語言 第二個 就是因為多元種族 所以我們才需要說那麼多語言 很自然的我們也會那麼多語言 這絕對是馬來西亞的很大的優點 食物 在馬來西亞的早餐 你就可以先從馬來餐、印度餐、華人餐去下手 主餐、晚餐一樣 三個種族的食物都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個 我必須說 馬來西亞沒有天災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台灣是一個會地震又會有颱風的一個國家 看了新聞 看到了很多人 家庭 受傷害 其實 天災真的是一個不太好的一個東西 很幸運的馬來西亞沒有天災 頂多打雷、水災 所以我覺得在馬來西亞的你們 要很珍惜這一個沒有天災這個地方 第三 我覺得馬來西亞這個地方 真的是馬來西亞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晚上 宵夜的時候 可以跟朋友、家人 在馬來西亞坐下來一起聊天 是Oh My God很棒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在台灣真的是找不到這樣的地方 Seven 不太適合 馬來西亞的氛圍是非常有魅力的 但我這裡想補充個事情 我前幾天跟我動馬來的朋友聊天 然後他就說到 媽媽當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他不太知道是什麼 他是住古境的 然後我就想 媽媽當這個東西 難道只是在西馬或者在吉隆坡 比較夯的一個地方嗎 難道馬來西亞其他地方 就不太認識媽媽當這個東西嗎 第四 馬來西亞的電影票很便宜 等一下 這個東西是我一直很 很驕傲的一個東西 但是 我三個月回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在三位Pyramid 電影票 我看到一張盡量要20塊馬幣 糟糕 我想要跟網路所有的民眾 道歉 我之前在甜甜不開的影片的時候 我還一直很驕傲的說 馬來西亞的電影票很便宜 7塊馬幣到14塊馬幣 但我發現我過時了 對不起 我怪錯你們了 我真的過時了 原來馬來西亞電影票那麼貴了 之後我聽說 這個只是限制在三位Pyramid 或者是某些比較城市大的電影院 才會那麼貴 我還是有聽到很多馬來西亞的電影院 還是 在7到14馬幣之間的 很便宜對吧 第五 我必須說 A-Asia 亞航 航空公司 是在馬來西亞 值得需要驕傲的一個 我在拍影片 OK 沒有駕叫的 打他 不要怪他 小孩子不聽話 A-Asia這個地方的魅力 我到了很多航空公司的飛機票 看了那些價格 我才發現到 原來A-Asia 亞航的飛機票 是那麼便宜的 便宜 真的是對於馬來西亞的旅遊業 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他會跟我說 寧願到馬來西亞轉機 因為可以玩多一個地方 因為坐A-Asia太便宜啦 一個廉價航空 竟然可以開一個飛機場 K-LIA2 是很厲害的一個公司耶 哇 很幸運我們在馬來西亞 但是上飛機要7公斤 這個他抓得很嚴 這個真蠻麻煩的 一分錢一分貨碼 第六 這個東西我覺得我來到台灣之後 我才發現到馬來西亞的這一個漂亮的地方 台灣的政治是蠻複雜的 你知道台灣的政治就是有藍有綠 在台灣每個人都對於他們的政治立場 藍色或綠色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我覺得馬來西亞要很珍惜的一個點就是 好溫馨喔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嗯 嗯